前副首相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亚摩扎西 事先挪用健康思维基金会的资金 被控47项刑事失信贪污和洗钱案件 经历两年的审讯后 高庭明天将会宣判扎西究竟是无罪释放或表罪成立 必须出庭自便 承审法官拿督科林劳伦斯 预料明天9点半就会宣布裁决 一旦法官裁决控方成功证明控罪或表罪成立 审讯将会进入被告抗辩的阶段 至于法官裁定表罪不成立 扎西将会无罪释放 这宗案件审讯从2019年11月18号开始 控方传召了99名证人 包括扎西的前特别官员望阿默 和健康思维基金会的前执行秘书马兹丽娜